小西西亞馬的新種禮包帶 我現在講一下禮包攻略 你們看一下商城現在點開 你又看到各種禮包嘛對不對 我現在給你們分析每個道具會獲得什麼東西 好不好 來第一個我第一個除了一定是通行證 這個通行證它有什麼呢 你今天除了這個是20塊美元 大概是700多塊台幣 你可以直接拿到對等的鑽石 然後再拿到通行證 我覺得這個是超划算 那通行證的幹嘛呢 每日優惠這邊買購買 每天都會給你這個補充石之外 它有基本的經驗加成量20% 命中2防禦2 所以你要玩這個遊戲 無課也好 我覺得你真的要存錢買到通行證 那再來 坐騎召喚禮包 你不一定會抽到什麼東西 但是你可以試試運氣 所以我們不會排在優先購買順序裡面 我們第一個優先購買順序 一定是在這個加速這邊 這邊有幾個階段是禮包 它最後第四階段 它會給你一個保底的紫色坐騎 試試看你的手氣 你能不能直接抽到金色 然後還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抽卡 那總共多少錢呢 一開始你要兩個1200鑽 第一個1200鑽 你會抽11次 你用1200鑽去買 也比你裸抽用2000鑽去買划算 然後第二個 你這邊召喚坐騎11次 它是賣你50美金 就是1500台幣 1500台幣它給你4抽 1500台幣去除鑽時是3000可以除到8000鑽 那這邊已經是8000鑽的量了 4抽就是8000鑽的裸抽量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拿到8000鑽的量 然後還有這個團結禮物箱 團結禮物箱可能可以開一些材料 材料目前你不用太奢望它 我剛才全部開完沒有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叫做收藏 貢獻象徵它會給你什麼收藏呢 防禦2基本312 經驗值獲得量加10% 但是它是期限性 它到4月9號而已 所以你們買這個收藏 你要自己去注意 30天而已 然後又可以紫色坐騎 我跟你說超級划算 我們繼續講 加速的這個坐騎這邊 第二個欄位我剛才講了 你買兩包你就可以拿到兩個收藏 然後還有第三包 第三包它獲得什麼 它要賣你100塊美金喔 就是3000塊台幣 我現在開始我不講美金 我就講台幣 這一包它給你9抽 3000台幣你可以除到8000鑽石 你如果完全去買貨幣 你可以拿到8000鑽石 我們就拿這個基底來算 這裡9張一次11抽是2000鑽 這邊是18000鑽 躺在這裡 然後還給你收藏 還有珍貴的團結禮物箱 這個也是開出來沒有什麼鳥東西 我覺得不用太去care 就是還有經驗藥水 那你買完這個之後 最後這個兩包要先買完 這是階段式商品 你第一個2000鑽 1200鑽總共花2400鑽 然後這邊再花3000塊台幣 買了兩階段 再買3000塊台幣 再買兩階段 總共是6000塊 這邊總共是6000 加3000塊是9000塊 再加2400鑽 你買完之後 恭喜你獲得一個 保底的紫色坐騎 你的攻速就能到達120%了 還有一個禮包 我沒有這麼推薦 這個叫做武器造型 其實你拿到紫武的 它是沒有到真的影響很大 武器的屬於它是 加一點命中 一點傷害 一些技能傷害 可是它是我排序第三的 我覺得它非常划算 為什麼呢 因為一樣老話一句 這個武器造型這邊 你一樣用1200鑽 可以購買 那1200鑽購買 我跟你說跟剛才價錢完全一樣 你抽這個也是2000 一樣的CP值 我就不重複減數 但是你看這個貢獻徽章 抱歉 這個地方又有收藏 你點這個收藏進去 武器傷害加5 基本傷害加3 經驗獲得量再加10 我覺得這跟通行證一樣誇張 所以必買的三個東西 第一個通行證 第二個加速這邊的兩個階段式商品 你們要全刷 因為它附贈的那些額外經驗加成 加攻擊力的那些收藏 經驗加成總共差40% 然後全部除完之後 又給你紫色保底 所以說你們有抓預算 這邊一包一個階段6000 你們應該知道儲值有方式吧 國際服的遊戲 手機遊戲都有代儲嘛 找代儲會比較便宜 那你就找有保障的 綠葉代儲的LineID是CYCase 那你們要用誰的都可以 無所謂 小許也有配合的啦 大家都有配合代儲 你們要找誰可以 好不好 這個無所謂啦 你們用你們習慣的就好了 只是你們找代儲一定會比較便宜 那不然這個原價就是9000台幣 那再來 這個在你開局裡面沒有那麼必要 但是 你可以直接省超級多五卷房卷 然後你直接拿到一整套的加9 過二裝備 這套裝備我跟你說 當你用完之後你還可以篩收藏 它有一套加9的 這邊有沒有 那這個你全部塞一塞是不是他媽收藏 這個禮包 你除了可以自身在開服的買的時候 我是最推薦的 但是開服可能過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 你可能就沒必要了 因為那時候你已經全身藍裝了 然後收藏你也覺得這些Z點就好了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它本身 你除了1500台幣之後 它有給你2000鑽石 我覺得6給2000鑽石不虧啊 在開局我建議你們買一包 不用買多 我覺得不用買多 那接下來我們的做選擇是什麼呢 你們看到這些禮包了嗎 這些就是你覺得你抽不夠 你覺得你可以想要拼金色 那你一定去買它 總比去裸抽好 你看喔這一包大概是900塊 980 1000塊台幣左右 然後你們看這個鑽石會給你1200鑽 然後還可以讓你抽36000鑽 這個算是蠻划算的 那不然我跟人說你原本900塊可以買到什麼 你問我 我就跟人說你原本900塊大概只能買到2500鑽的貨幣 所以有這個禮包如果你對抽好興趣 你想要追加你就買 可是還有個問題喔 這個排序我會排到5 那第四個我剛才說排序第一個是什麼 排序第一個是通行證 排序第二個是坐騎 坐騎的攻速比先買武器好 然後第三個是武器造型的保底階段是禮包 第四個我會推薦你們買這個每月的裝備支援禮包 這包我看了真的是裡面CP值最高的飾品禮包了 它1000塊就給你2400鑽 等於說你去裸儲 你看喔29.99美元你可以儲到2400鑽石對不對 那你們去看我這邊賣貨幣的地方 29.99美元也是2400鑽石 也就是說你等於當儲值 其他東西當送的 你買這個每月禮包 這個你還可以選這個飾品 這兩個胸針你可以穿的商城飾品 你可以把它衝高 大概是這個概念 這個是超級划算 我覺得新手必買 那你如果覺得你一階段夠了 總共有四箱啦 一組是兩箱 你買兩組再加一箱 總共是五組 十一個飾品給你充 你對你又預算有限了 你就直接買這樣就好 但是你預算OK的話 你就直接全買了 這邊還有兩組是四千賺的 然後給你很多抽卡 這樣子道理到這 總共這邊是總共十箱喔 十箱很屌 但是每個月只能買一次 所以你飾品沒充到你不急 你就不用再一直急著花險充 這是我第四個推薦的禮包 那第五個推薦的禮包呢 我就會推薦一包高級裝備禮包 初期缺五房捲嘛 然後也缺強力的一些濾裝 讓你快速升級 然後用完還有利用價值跟收藏 本身還附帶鑽石 所以我會推薦一包這個 這個買一包就好不要買買 然後最後你們就可以開始考慮 這個上市特殊禮包了 這個上市特殊禮包也很屌 就是當你除了那麼多禮包之後 你身上就有很多鑽石 你有鑽石 你就可以用這些鑽石買更划算的東西 你看一千六百鑽你可以抽兩次十一抽 還有五卷 然後這邊也是 抽兩千四百鑽你可以抽兩次十一抽 這邊是四千鑽的價值 然後再加一包這個飾品十一包 兩千四百鑽的價值 總共是六千四百鑽 你用兩千四百鑽買六千四百鑽的東西 然後四千鑽又可以再買更多了 這邊是七千兩百鑽 三包兩千四嘛 這邊三包六千嘛 總共是一萬三千的價值 你用四千買到三倍的價值 然後最後上市特殊禮包一樣 五包 五包一包兩千四 一萬兩千鑽 然後這邊是一萬鑽 總共是兩萬兩千鑽 用六千鑽買到兩萬二 就是趴數值在往上升 也就是說 今天你的鑽石應該是先來買這個東西 而不是去抽這個 而不是去抽這個 你抽這個兩千鑽你覺得虧爆 然後還有這個夜鴨裝備箱 這個飾品箱 兩千四百鑽石一個你一定虧爆 鑽石就拿來買這一包 沒有其他用途 不要拿來轉卡 你就買這個 五個順序買完我覺得就很基本 就非常 你已經算是絞裝課等級了 那再來 你覺得你還要花費的部分的話 我跟你說後面沒什麼好想的 就是一些造型召喚那些的 能讓你免費的抽 就沒有CP值到特別高了 但是絕對也比你直接裸抽好 你就全部刷來刷吧 這個高級裝備箱 你們就可以利用遊戲取得的五房間 慢慢弄把手藏弄滿就好了 只要買一包或兩包就好 然後金幣補給箱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強力推薦啦 你看到現在這樣 你覺得我們缺金幣嗎 後面都要九百萬九百萬九百萬 我們哪有金幣買這些經典書啊 我有儲值的人 前面也開了不少金幣包了 結果到現在窮逼仔啊 真的窮啊 然後我覺得它的 排序等級跟裝備包一樣 就是你覺得你真的缺缺 你把遊戲裡面的物資 你再買就好 但是這個東西一定是 以後不會每周買的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話 可以填寫左下角贊助碼 到哪裡填寫呢 可以到這個網址 你們這個贊助就會幫助到我 什麼叫贊助碼呢 就是你在遊戲中儲值 你會獲得所謂的種子 然後這個種子 如果你拿來贊助給我的話 我就會獲得一個贊助點數 那這個贊助點數可以換成VMAX VMAX就是等同於 跟現金有關的代幣啦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主頁這邊 SS主頁 然後你可能自己是贊助者 你就點贊助者 你就會發現你剛才儲值 有獲得的Seed 然後你就可以選贊助 然後贊助碼 我的贊助碼是 YY88 YY88-8456 感謝你們的贊助 FIN FIN